大家都说百万级别的奔驰买起修不起 尤其开了好几年之后的二手车 今天正好应前两天有一个粉丝提问的 奔驰GRE这个当年落地百万的豪华SUV 这款车入手之后我到底能不能养得起 借这个问题呢 我正好搜了一台奔驰GRE 今天给你们好好盘一盘 这台墨期待版本的奔驰GRE 到底入手完能不能养得起 这台17年上牌的16款的奔驰GRE400 3.0T高功率的 这台车当时优惠完落地应该是90个W左右 但是这台车为什么称之为百万级别的SUV呢 因为这台车它顶配的版本落地完确实是100多块 所以是百万级别SUV 这台车算是一个高功率的中配 然后呢该有的配置它基本上都有 但是它毕竟是奔驰 你要是同级别来比的话 它的配置还是有点可怜的 兄弟们 然后还是老故意去 咱先从这台车发动机 这些一系列的小通病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你们 都哪愿坏 你们拿好比 拿好本记一下吧 现在展现在你们眼前的啊 就是这款奔驰GRE搭载的3.0T双涡轮M276的发动机 之前我给你们讲过M274 2.0T的发动机都有什么毛病啊 你们记住了没 我情景回顾一下的啊 奔驰的发动机容易坏哪呢 突轮轴啊 进排气的突轮轴跟进排气突轮轴的链轮啊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奔驰把它设计成了一损件 正常来讲宝马奥迪他都没这个毛病 但是宝马奥迪他也有别的通病 他各有各的缺点啊 这个发动机呢 就是进排气的突轮轴跟突轮轴轮容易有问题 基本上跑了10万公里以上的时候啊 冷车打会会有哗啦啦的声音 就说明这玩意坏了 怎么解决一会儿说 咱先讲讲这台车的内饰 这个奔驰GRE的内饰中期改款之后 中控屏呢变成小利平了 方向盘呢也换了 然后仪表台也有缝线了 整体的内饰一个豪华氛围 满满用灯灯 该有的氛围灯它也有 而且整个真皮座椅的皮质啊 摸起来挺好的 但是其实是嗝的啊 不是真皮的 整体这个奔驰GRE的内饰呢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 有点过时了 新款的话 大连瓶 满满油等等 这款的话 其实就是ML 换了一个外边的一些外观件 和一个内饰的一些内饰小升级啊 就变成了这款GRE 整体外观其实跟ML啊 一丝款的ML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包括龙骨啊 然后刹车卡墙呢 其实跟MR都一样 整个底盘的一准件 它都是跟MR投用的 只不过是改了个名 中期变了一下小改款 依然是底盘代号W166 然后这款奔驰车型 和所有奔驰车型 尾标是最容易改的 怎么判定这台车 是什么配置 咱可以打开副驾驶门 看这个厂牌啊 上面明明白白写的 这台是奔驰的GRE400 GRE的400 你学费了吗 GRE这款车 我平时讲的比较少 讲的多呢 是Q7比较多 但是GRE这台车 我个人感觉 还是比较喜欢 也有它的优点 这台车 其实能让你感触最大 差距最大的地方 是哪点 你比如说 你从宝马X5 或者是Q7上面 开过好几天之后下来 冷不丁 突然进入到GRE里边 开这台GRE 你会发现 这台车是多么的安静 隔音降噪在一块 没得说 奔驰做的非常优秀 特别的棒 开起来一个质感 还非常的细腻 不像宝马X5 那种给你一个紧绷感 也不像Q7 满满灯灯 除了科技 没有豪华的氛围 奔驰GRE 就像综合了 大家所长 也集中了大家的短处 非常中庸的一款车 但是它依然那么有排面 因为它叫奔驰 一个大奔驰标 处在前头 到哪 它都有排面 排面是奔驰最注重的 也是入手奔驰 这一系列的车主心里 想得到一个排面上的愉悦 所以大部分 都是奔着这个牌子去的 但跑去这个牌子 这台车有没有优点 它有优点 奔驰JRE的之前的名字叫MR MR是第一辆百万级别的SUV 98年的时候 推出的奔驰MR越野百万级SUV 当时的SUV标杆 就是百万级别的SUV标杆 就是MR 奔驰是第一个旗下拥有这么一款车型的品牌 所以说 鼻祖就是鼻祖 它没有优点 是吧 它也不可能一直把这台车延续到了现在 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多少 这台车现在行情基本上也要50到55 这么一个行情 如果收的话 你要是在车厂手里安排 可能高个那么几捆 主要还是看地区 看车矿 二车这个东西就是一车一矿 一矿一架 咱是看车矿来定价的 然后平时也有车友问我 你比如说很简单 告诉我一个 14年的奥迪Q5这台车是吧 现在二手行情是多少 这个我再回答不上来 你要判定一台车 它的残值 你需要知道颜色车矿 是吧 几个面的喷漆 过了几次户 公里数是多少 然后记录是否全有无换件 哪个地区 对吧 等等等等 很多就是评判的标准 所以说你简简单单一句话的话 根本没法给你回答 所以说有些时候 大家尽量把你需要提问的问题详细一点发在评论区 我看到每条评论我都会回复你 然后言归正传 之前说了这台车发动机有一些小通便 其实就是跟274 2.0T发动机差不多 但是这款3.0T276这款发动机 维修起来的成本要比274高一倍 之前我给你们说过274要修一下的话 可能需要一捆左右 满满灯灯的安排 但是换在这个276的话就需要两捆 但是配件也分高低 下线 拆车 副厂 原厂 配套 品牌 种种 你用什么件 它维修的成本 它就不一样 所以说很多人问我这车修这个多 多少米的时候 我也很难 因为很多 很多配件 然后很多修理厂的手法 它都不一样 公司费 参差不齐 所以说还是按你们当地为标准 你假如说你怕去修理厂修车被坑的话 我建议在你们当地多找几家 三四家比较有实力能修这种百万级别豪车的修理厂 多打听一下 他们的维修价格 你心里有个数 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概 详细的话 你要是哪坏了 也可以评论区下方留言问我 每条问题我还是给你们回答的明明白白 好了 这一期的老高尿二车就到这 你们觉得这一台GRE 这么一个五十多口的行情 你们觉得合不合理 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咱们明天中午十二点不见不散 喜欢我给我点个关注 顺便给我长按赞来个爆赞 爱你们 摸摸摸了 拜拜 拜拜 这样 cen灯 他需要别信呢 你看它来个爆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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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